不知道是不是两岸合作打击犯罪发挥效用 钱涛是四年列为首要弃拿对象的大毒销黄尚峰呢 刚刚压解回台 我们先给记者许少平 好的 堪称是国内半毒十组的通缉要办黄尚峰在下午的时候 是已经被警方压解回台湾 那么可以看到他是双手被靠上的手铐放在身后 那么旁边呢是有两名霹雳小组的人员来压解 那么由于呢他是通缉要办 目前呢警方还是不敢轻忽大意 是一共派出了八名的霹雳小组成员鹤枪实弹 那么在外围呢是有十多名的航警局人员 一路从通关处将他压解到机场大厅 并且上车带回刑事局 那么由于现在呢整个桃源机场市正处于防疫的阶段 虽然黄尚峰他并不是从疫区返回台湾 不过呢在通关的时候 检疫人员还是替他量了耳温 那么确定他体温没有问题之后才放行 那么黄尚峰呢他在十四年前呢 最著名的案子就是教唆小弟枪击高雄地检署 检察官张金图之后呢就潜逃到中国 那么在中国呢也犯下了多起这个教唆杀人 还有毒品案件 那么在入狱服刑长达了十多年 在今年的时候呢 透过两岸司法互助的签订之下 确定他已经在中国入狱服刑完毕之后 由台湾警方在今天将他压解回台湾 那么稍后呢就会直接将他压解回刑事局 来问讯来厘清说当时的枪击案发生的始末 好的以上是目前在桃源中正机场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的我们看到这是最新的讯息 潜逃14年的大毒枭呢 今天压解回台两岸的司法互助协定似乎发挥效用 不过我们来谈另外一起检调所调查的弊案 是军中的相关弊案 昨天呢这个中将陆的指挥官徐尚文呢 疑似轻声要证明他自己的清白 今天立法委员张显耀拿出一份 他生前所写的这个不平之名的这个书信 到底算不算遗书 我们听一下张显耀的说法 这本东西算遗书吗 这算不算遗书啊 这可能不是由我能够认定的 我认定他是 徐将军在满腹委屈的情况上 所写的一封信 表达他的冤屈跟他的看法 写完以后就自残 所以呢写完了这一封信 给了张显耀委员之后呢 这个徐尚文中将就自残了 这封信的内容呢 大概是前面是说 对于现在媒体的报导 还有大家对于这个买官案的发言 指涉他指涉采购的弊案 这部分呢 他觉得非常的不公平 他说这个报导 对国军形象跟这个陆战队的声誉 的伤害 他自己感到非常的愧疚 那最后呢 他在这个书信上面呢 也自己写了一句 他说呢 他绝对没有所谓的图利厂商 但是他确实收受了这个求据 他自己对于这个补充 那他的两点声明呢 第一个他是说买官案 他认为是极少数不孝的人所为 媒体名嘴却扩大渲染 他要问媒体跟名嘴 有没有实际的证据 那其中呢 福台新跟黄坤毅 这两位呢 都是军中的同袍 那他特别点名 说他们两个人别具用心 是要瓦解国军士气的企图 就是福台新跟黄坤毅 两位他特别点名 那其中一点 这个徐尚文特别称赞的是 民进党的蔡黄狼委员 他说呢 蔡黄狼委员 曾经跟媒体说 这个徐尚文呢 昨天被试毁 但是媒体却报道 没有明确的证据 只有拒文拒息 可能有弊端等文字 即使最后采购案没有问题 徐尚文也已经被审判了 所以他认为呢 现在国防部对他的处置 叫做未审先判 所以他说蔡黄狼委员呢 的务实的说法令人佩服 他非常佩服 这个蔡黄狼未审先判的说法 那他说呢 整个案件现在没有定验 就要这个进行 职务的异动或是调整 容易造成未审先判 有罪推论 所以有罪推论 无罪推订又出来了 他说呢 这损及了当事人的权益与倾欲 那如果之后查无实据的话 如何弥补 莫非他是忌棋 他说是这一波 这军中树摊的忌棋 为所谓之时间点 而不考虑真相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办人 所以他就变成了忌棋 所以不考虑真相 刚才张浅要转述 说徐尚文是满腹委屈 徐尚文很刻意的吧 违法跟违反风济 把它搞混在一起 现在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违法 高雄地检署正在调查中 正在侦查中 如果是违法 那当然要移送军法 现在谈的是他有没有违反风济 因为他是记两支小过调子 这谈的是有没有违反风济的问题 我们拿出具体证据 这不是你徐尚文自己写的吗 你说你收受求聚 有收受求聚哦 可是昨天我问国防部的副部长张良任 他说徐尚文告诉国防部的调查单位说 他是架构 他是花钱买的 他现在明明自己写 只有收受求聚 他事后补了八千块现金 那还不知道 那是他说的 但是高雄市标处监听的资料是馈赠 是馈赠 好接着我提第二个 这是国防部提出来的 军中买官卖官 数摊防币措施 查查情况的报告 马英九先生提出干净政府运动 国防部接着搬了 国军人员廉政伦理须知 在廉政伦理须知里面明白了说 接受馈赠不能超过三千块 请问你接受的高尔夫球的球具 多少钱 八九千 八九千 你有没有违反 你有没有违反风济 当然有啊 违反风济济两支小货 调职 不合理吗 不合理吗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揭发过前调查局的主任秘书 叫柯尊仁 他就是接受馈赠 后来他的自己自我狡辩的一个方式说 他接受了馈赠之后 也送给对方远东百货的礼券 那我请问他就没事吗 柯尊仁一样是记过吊词一样嘛 他也变季齐 对啊 好唯一的徐尚文若是个汉子 你就出来说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被记齐 什么叫记齐 代表说接受厂商馈赠 没有利益回避 甚至接受很多高额的招待 不甘不尽的招待 是军中高层将领的常态 你出来讲嘛 讲清楚嘛 就说不是只有我 大家都一样 对 他所谓的记齐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都每个人都有做 为什么找我徐尚文开刀 这要记齐啊 好你徐尚文若是个汉子 你不要去割碗 你就去把 你所知道的军中的这些弊端 讲出来嘛 让军中的那几颗老鼠屎 害群之马 赶快肃清掉 那整个国军就浴火重生 就重建了嘛 主持人这个张显耀 他是国民党的部分区 但其实他是以前是亲民党的 所以国民党保留 这个部分区委员的位置 给亲民党 包括罗淑磊在内 那因为他是高雄出来的 所以张显耀也有他的选民压力 张伟员我希望我的研判是对的 我也是高雄啊 对啊 连一封称赞蔡黄狼的信 他都拿出来公布 那你是不是传真传错啦 你应该传给蔡黄狼 你传给张显耀干嘛呢 那张显耀应该看过 视线应该看过 一分钟说 你称赞蔡黄狼 那我再拿出来干嘛 这蔡黄狼是民进党 张显耀该不会弄错了 所以我的研判是他有选民的压力 其实过多少 这民意代表都有 这行政调查的部分 刚刚秋元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行政调查计两小过 然后调这个海军司令部委员 这个不叫未审先判 是先审后判 因为海军司令部跟国防部 都开了人评会嘛 都开了考机会了 谁跟你讲没审啊 有人评会 有人评会有考机会啊 你是在爱什么 我谈一下这个遗书的内容 因为NCC看清楚 虽然号称是遗书 可是里面没有不雅的 不然主持人也不敢拿出来的 遗书有的那种莫名其妙的 他说检调传唤 我跟大家报告 是高雄市调处 跟高雄地监署传你 许上文去 不是我们媒体传你去 我们没办法开庭 那我们根据评论的这个线索 都是媒体的报导 那为什么 别的司令他不传 别的指挥官他不传 他们怎么传你去 是你被列为证人 高雄地监署客气 把你当证人 可是后来就不太客气 为什么 高雄地监署发现说 你是中将 我们这边很像是地检署 所以案子已经丢给军高检 那丢给军高检 我跟你讲 讲难听你就是被告 根本不是什么证人 证人是好听 给你面子的你又不要脸 为什么讲不要脸 他去剖蔡黄囊的LP 我LP是有先问过主持人 主持人都可以讲的 去剖蔡黄囊LP说 徐尚文昨天被词毁 我请问大家 我有带boss 我连翻都懒得翻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我就不想怎么讲他 我请问大家 哪一个媒体没写说他词毁 所以不用引蔡黄囊的话 那莫名其妙嘛 中央设4月23 蔡黄囊说 徐尚文昨天被词毁 难道 重点在后面这句 没有明确证据 蔡黄囊跟徐尚文什么关系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是要告诉这位中将 我现在是事后诸葛亮 你被约谈 被韩宋军高检 被记两个小锅被吊 吊到冰箱里面去 还有你的自残 我都不评论 我现在说 我以今天的时间来看 你被调走我认为非常的刚好 你之前那些细节 刚却有人讲的 因为这封书信吗 从这封移出来看 我就把你调走是对的 你这种人还带路战队 我会昏倒啊 什么玩意儿 干到中将还讲 蔡黄囊怎么样 这个没有 谁讲你什么的 每个人都讲你词毁 我那天我在友台讲什么 你为什么没称赞我呢 我还说 你一个中将 那也是因为这一点愤愤不平 对 主持人 我们要约谈中将一定要相当把握 不敢随便约谈 你如果约谈中校 你随便要约谈也就认了 中将 那你高雄地前组 把他约谈来就把他赤回 你把中将当什么 你赤回之后 我跟你讲 这个检查官是假的 因为我还没有传你之前 我就知道你是中将 那我怎么传你呢 你了解我的意思 你应该是丢给军高检才对啊 那现在问题说 这个案子现在变成两边在走 一个是雄检在查 一个是军高检在查 我奉劝两个单位 最好你们查帅的结果是一样的 没有查帅不一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对质啊 在他们两边对质啊 两个检察官对质啊 对啊 不会吧 不过这个将军 特别讲到 就未审先判这个概念 又讲到了 无罪推定这个概念 似乎他认为说 要司法三审定验 才能认为他所做的这个事情 是不试任他现在的这个职务 所以呢 包括了这个司法 有没有三审定验啊 然后呢 是不是未审先判 是他最在意的 就是我们要无罪推定啊 在司法没有三审定验之前 都要当作我是无罪的 我应该要坐在 我现在的指挥官的位置上面 这个跟我们现在 在看守所里头的 那个前总统是一样的 在你们没有三审 判我有罪之前 我就觉得我是无罪的 主帅我们刚前面看到 有一个人 靠手靠回来 没有 请问他三审定验了没 还没呢 你说那个14年的 黄上峰啊 黄上峰啊 他也没定验啊 那你为什么把他押回来 一样啊 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啦 就是文嘉宁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人典型一个很懦懦的军人 然后犯了错之后 然后找尽各种理由想要脱罪 我觉得这理由只会加重社会对他的负面的观感 一个高阶的将领 用一个最低的标准在要求自己 我觉得这个军人真的是不称之 我昨天我也用很不客气的语言 酸了他一顿 他说他为国家流血 我当兵我刮胡子我也流过血啊 我的血绝对比他纯净 说真的 他没有资格讲那个话 今天他讲说媒体什么扩大宣言 没有 但我同意我在扩大坚持 我一直在扩大坚持 坚持什么 一个国军最起码的军纪要求 你可以接受人家馈赠吗 你可以今天不三不四的 跟人家吃饭吗 可以吗 他还说他要用他的生命 来捍卫陆战队的荣誉 你在吃喝的时候 你在看到那个漂亮的 高尔夫球剧的时候 陆战队的荣誉 早就被你采光了 早就被你消耗光了 这些话东通都没有道理 而且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想要说 怎么会有国民党的立委 在某种程度帮他 帮他 我觉得不是变了不为 我觉得很奇怪 这话讲起来很难听 我觉得张委员可能对这件事情 要有更深入的判断 今天没有人说去 卫审先判这位将军 就像刚刚邱委员讲的 在法律上有他的程序 我们尊重 可是今天在国军的风气上面 他就是不对嘛 而且今天他还在叫什么 如果今天比照 那个慧文前几天讲的一个 一个惩罚不对称的 最起码的概念 朱云鹏呢 他跟女朋友约个会 就要离职 你呢 那你自己当司令 如果你的副司令 你下面的旅长什么长 特别说要办采购的时候 敏感的时间 也去接受人家送什么 高尔夫就是什么 你怎么 那没事情啊 他是跟那个喝烂醉的忠孝比 还有那个翘班的 那个少将比 那个是针戒跟记过而已 所以就说 今天我们要扩大的坚持 就是说 要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不容许烂去比烂 我们就是要树立一个 最起码的标准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推到什么媒体 什么对他什么忌旗啊 我更看到说这个军人的 侧头侧尾的不现代化 是一个落后潮流的封建军人 主持人 忌旗是要有代表性的 才能忌旗好不好 你找个 阿狗阿妈什么忌旗 海陆指挥官还不够有代表性 以他的犯罪情节来讲 如果真的有犯罪的话 我是假如果 如果犯罪的话 这个案子根本一点代表性都没有 检掉忌旗不是 不会拿这种忌旗的 好 先进广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